对,你直接愣着 首先我先自报加门一下 其实我是朱老师的超级有名 你看我穿的红裙子你就知道 然后呢,我其实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片子 就是如果现在有个那个什么测谎 不是测谎 就是能测一下心跳的话 我现在真的是能飙到180 就是我的 现在真的觉得特别刺激 特别呆感 然后我就不剧透了 就是真的河飞这个人物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非常感谢朱老师 然后那个就是把河飞这么复杂的一个人物 诠释的这么漂亮 然后其实我是想 陈导演 就是那个 您是怎么在那个创作的时期 然后我就把河飞这么复杂的人物 然后就带入了还没有合作过的演员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之前那个采访 曾经说过就是 就是雅和俗之间的关系 然后您在这部 就是萧氏塔 这个电影里头是否 然后已经找到了这两者的平衡点了 谢谢 我才找到是吧 我本来因为我一直都在找 我已经找到 没有 就是一龙确实是 我我有一个创作有个习惯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会先带入一个演员 其实那时候跟一龙还没见过 但确实脑子里就不自然的 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也都是叫小龙包是吧 我也很喜欢一龙 而且我特别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一龙还没有 人生大事也没有上 在电影圈的位置还没有得到那个 那么多就业内人士 真正一段认可 但我一直觉得一个演员的潜力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我知道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演员 而且我之前也有采访说 我觉得一个演员要把自己保护好 就不能过多的让观众对他有固化的认识 所以一龙其实他把自己生活里 其实不做太过多的宣传 也不上更多的综艺 其实他就是兢兢业业 本本分分的做一个演员的一个本职工作 所以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他忽然带来的一种模糊的气质 是特别适合这个角色的 因为大家看了这个电影就知道 这个演员如果 都是不可能 都是不可以 所以其实我们在寻找这样的好的演员 其实这样好的演员也并不是特别特别的那么多 对 所以我也感谢一龙这次的付出 非常奉献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角色 然后我们真正的爱一龙更应该明白 一个演员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塑造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角色 一个多么观相恋恋的角色 演员就是一个一个的角色 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的魅力的角色 他才能真正意义上留在这个电影的历史场合中 所以一起支持一龙 支持你 你支持所有龙 这要谢好的演员 好吧 支持孝志的他 谢谢 那感谢大家的分享 主创老师们每个人都分享了很多 很真诚的分享 但是现在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咱们就趁主创老师们还在的时候 赶紧先大合影 好吧 那咱们先大合影吧 那咱们大合影的时候就喊 连喊三次大麦大麦大麦好不好 好的 好嘞好嘞 预备一二三 大麦大麦大麦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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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